欢迎大家收看热搜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城市的状况并不便宜 梅西百货在拒绝收购邀约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多OIT AC200P便携式电源站评测 风暴过后的宁静 奥普拉批准的 在互联网上广为人知的亚马逊外套 今天可享受40%的折扣 请大家收看 城市的状况并不便宜 雅虎 Scottsdale市市长David Ortega的市政状况 演讲将每人收费100美元 比去年活动的75美元门票价格增加了33% 前市议员David Smith批评了这次涨价 城市民不得不付费 让他们选出的代表告诉他们 城市的状况是不可原谅的 Scottsdale商会 而不是Ortega市长的竞选基金 收取门票收入 并将部分资金捐赠给慈善机构 市政府的推广电子邮件没有明确说明商会负责销售 Ortega坚称这笔费用是为了支付食物服务和音视频设备的费用 市长的Scottsdale市政状况演讲还因其金牌赞助商而引起了关注 这些赞助商与Ortega和市议会审议的有争议的项目有关 一些人指责这个活动是付费玩乐 Ortega否认赞助和市政行动之间的任何联系 并指责批评者参与选举周期政治的言辞攻击 梅西百货在拒绝收购邀约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雅虎 梅西百货拒绝了投资公司 Airhouse Management和Brigade Capital Management的58亿美元收购邀约 这些公司以每股21美元的价格提出了收购股票的邀约 但梅西百货以这些公司未能提供可行的融资计划证据 唯由拒绝了这一邀约 梅西百货的首席执行官瞻尼芬表示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公司是否会提出更好的邀约 或者是否会出现其他竞标者 最初邀约的一个担忧是它会让梅西百货负债累累 这可能对公司造成破坏性影响 BOIT AC200P便携式电源站评测 风暴过后的宁静 雅虎 BOIT推出了一款耐用的电池供电装置 可作为备用电源系统使用 它具有运行冰箱、暖风机和CPAP机等加电的能力 虽然该系统很重 但如果你能举起它 就能运行各种大小的加电 它配备了许多交流和直流端口 以及两个气充电垫 使其成为一种多功能的电池备份系统 AC200P还可以选择与太阳能电池板配对 实现几乎无限的免费电力 该电源站配备了一个触摸屏 用于显示装置的状态和设置 除了半达交流插座外 它还提供四个TAP-A USB端口 和一个带有电源传输功能的60W USB-C端口 它还配备了一个用于房车的12V205A端口 一个标准汽车插座和一对BC5521端口 奥普拉批准的 在互联网上广为人知的亚马逊外套 今天可享受40%的折扣 雅虎 亚马逊正在举办为期一天的大一促销活动 包括OLA加厚羽绒服 这件外套的折扣超过60美元 起价为90美元 OLA夹克于2018年成名 曾被包括爱马、斯通在内的名人穿着 它拥有20,700个来自经过验证的购物者的完美评价 并配有6个超大口袋 一个羊毛衬理兜帽 一个防风软壳面料和侧面拉链 这件夹克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包括红色和黄色 促销活动仅持续一天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先从美国的新闻开始 在Scottsdale市 市长David Ortega举办了一场名为市政状况的演讲 但他收取了每人100美元的门票费用 比去年演讲的门票价格增加了33% 这引起了市民的不满 有人批评市民不应该为了了解市政状况而付费 市政府的宣传邮件没有明确说明 商会负责销售门票 引起了一些争议 市长坚称 这笔费用是用于支付食物服务和音视频设备的费用 他否认了赞助和市政行动之间的任何联系 并指责批评者参与选举周期政治的言辞攻击 接下来是商业领域的消息 美西百货拒绝了一家投资公司的收购邀约 这家公司以每股21美人的价格提出了收购股票的邀约 但美西百货以这家公司未能提供可行的融资计划证据唯由拒绝了邀约 美西百货的首席执行官詹尼芬表示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公司是否会提出更好的邀约 或者是否会出现其他竞标者 这一收购邀约曾引起担忧 因为它可能会让美西百货负债累累 对公司造成破坏性影响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一款便携电源站的评测 这款名为BOIT AC200P的电池供电装置 可以作为备用电源系统使用 可以运行各种家电 虽然这个系统很重 但如果你能举起它 你就能运行各种大小的家电 它配备了许多交流和直流端口 以及两个器充电电 使其成为一种多功能的电池备份系统 此外 它还可以与太阳能电池板配对 实现几乎无限的免费电力 该电源站配备了一个触摸屏 用于显示装置的状态和设置 除了交流插座外 它还提供四个USB端口 一个USB-C端口 和一个用于房车的端口 这款电源站的功能非常丰富 最后是一则购物促销消息 亚马逊正在举办一天的大一促销活动 其中包括著名的Oralay加厚羽绒服 这款外套的折扣超过60美元 起价为90美元 Oralay夹克于2018年成名 曾被包括爱马 私通在内的名人穿着 它拥有完美评价 并配有六个超大口袋 一个羊毛衬里都冒 一个防风软壳面料 和侧面拉链 这款夹克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促销活动仅持续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